大家好 晚安 这里的全球现场 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现在这个未来川普2.0即将回归白宫 那俄乌战争到底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和谈呢 因为川普先前就曾经夸下海口 说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把战争给结束掉 那现在看到的是川普对于俄乌战士有关的 新的人事任命 看起来是一位强硬派 川普现在就清点曾经在2017年到2021年期间 这个是川普他当时候的第一任 其实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 以及当时的副总统彭斯的国安顾问凯洛格 要出任总统特助还有乌克兰俄罗斯特使 其实回顾他过去7月份的时候 他还曾经对俄乌战争有所表态 他认为说应该要让乌克兰上谈判桌 否则的话就会切断军援 那他也认为同理的话 俄罗斯也必须要加入整个谈判 否则他就会协助乌军歼军 同时间他也强调反对美军要介入俄乌战争 因为他认为应该要尽全力 并且专注地要对抗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另外来看到现在俄乌战事的部分 俄罗斯现在就指控说 乌军再度是使用美制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来击中库斯科地区的一座机场 这个机场还是军民机场 俄罗斯现在就扬言会加码报复 那现在路透社就报道认为 这个这是美方的看法 美方的情报人士认为说美国现在是放宽了 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但他们认为说这样子的禁令一开 是没有增加核武攻击的风险 但是呢会让整个欧洲会面临到新的安全挑战 就是会扩大针对欧洲目标的破坏活动 对于支持乌克兰的这些西方国家 俄罗斯会持续来施压 好就在俄乌战事的持续升级之下 普丁现在就下令朝乌克兰先前就发射了 这一枚解音素导弹真果树之后 俄罗斯媒体现在公布了一个相关的资讯 表示真果树是可以在十多分钟之内 攻击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 俄罗斯现在就声称他们可以在20分钟之内 打到巴黎以及伦敦 那普丁现在就表示英国和法国有向乌克兰提供导弹 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目标 俄罗斯的官媒评论员纳西莫夫更是威胁 说要用普丁最引以为傲的萨尔马特导弹 要准备炸毁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 而现在在乌军的部分有新的一个部署了 ZCN还有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希望乌克兰可以增强对俄罗斯的战斗力量 拜登政府敦促乌克兰应该要考虑 把征召入伍的年龄 从现在25岁要降低到18岁 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官员认为说 乌克兰要考虑将征召入伍的年纪 从原本的25岁降低到18岁 基辅就可以增强对抗俄罗斯的战斗力量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有一名美国的官员说 乌克兰是没有动员或者是训练足够的新兵 可以替补战场上损失的战力 不过乌克兰的官员是表示 征召更年轻的青年入伍 将会对总统泽伦斯基导致一连串的政治挑战 乌克兰正在考虑鼓励年轻人参与 或者是自愿性的征兵的活动 而不是强制的征召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中东战事的部分 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协议 不过就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 双方还是有小规模的交火 贝鲁特也传出了枪响 以色列现在就表明军队不会立刻撤离 警告黎巴嫩人不要急着回家 但是数以千计的黎巴嫩人 当然非常想回家 他们已经归心四箭 赶快回到家园来重新生活了 暗夜飞弹命中箭竹当场炸出火球 火花四箭 停火协议生效前几个小时 以色列和真主党持续交火 贝鲁特汉边境关卡遭遇数十次轰炸 酿成至少25人死亡 而在停火协议生效后 真主党持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军方也在黎巴嫩境内 向几辆汽车开枪 阻止进入禁区 以色列表明军队不会立即撤离 回到以色列 警告黎巴嫩人不要急着回家 或进入距离边境约40公里的区域 和靠近以军阵地 但历时两个月的战火终于停止 数以千计的民众归心四箭 天还没亮 主要道路就出现车龙 不少人挥舞真主党旗帜 和前领袖的照片 趁停火赶快补充粮食和饮用水 约一万名黎巴嫩军人 则陆续出动数十辆装甲车 前往南部边境驻守 不过边境村庄依然一片冷清 居民坦言认为停火协议 无法确保长期稳定 眼看真主党向以色列妥协 哈马斯也表态 已经准备好在加萨停火 另一方面 美国准总统川普 宣布退役陆军中将凯洛格 将出任俄乌特使 凯洛格反对美军介入俄乌战争 曾建议美国政府 威胁乌克兰上谈判桌 否则就会中断军援 Z9无将做报导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露全翘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